三倍券登记的第一天 凤林分局的万荣、西林还有红叶派出所 结合了村里办公室加强宣导预购方式 派出所提供延长者舒适的等候座位 或者是比照邮局来发号码牌给民众 等到号码轮到的时候呢 再通知民众前来派出所申办及领取 今天7月1号为振兴三倍券预购首日 凤林警分局之前已规划全班违案工作 并结合村里办公室 请村长以及村干事利用广播夹强宣导 政府与村库花三倍券 现在处理单位 由我们西林派出所来核花三倍券 从今天开始到7月15号 而民众也相当满意 远景给予的协助 能够就近办理 让许多行动不变的长者 可以免于周车劳断 对啦变民啦 就是说像村庄里面的话来这里 就不需要到凤林啊什么远地方 还要到小沟舍这样子 就直接就近办理 嘿嘿就可以办 啊很快吗速度 很快 就登记一个电话号 最主要就是电话号 远景也特别提醒 需涉及在西林村 建勤村 万荣村 名利 以及红叶村的村民 才可以就近到分住所或派出所来预购 正新三倍券预购时间 第一波为7月1号到7月7号 第二波为8月1号到8月7号 必须携带健保卡或身份证件前往预购 如果他不是涉及在这里的话 他可以到派出所来做预购 不是涉及在这边的不行 而且这个只是派出所是增加一个通路 他们还是可以在原来的所谓的 就是原来的通路里面去 去洽领 比如说邮局啊 或者是信用卡公司 就是他都还是可以 这只是另外提供就近的居民来这边 只剩我们先帮他预购 邦林分局长黄国士表示 分局以妥事规划相关伟安工作及发房动线 以振兴经济及维护治安 并提供偏乡村民更便捷的服务 而同仁会全力协助办理振兴三倍券发房事宜 并秉持服务的精神为偏乡民众来服务 记者林杰 万荣香采访报道